看看新闻网 7月31日李全现身上海 为即将在9月1日举行的 千才与尘埃亚洲行回上海战造式 并宣传筹备了近7年的新碟 千才与尘埃 李全现场坦言 这是自己以个人形式演唱会 登场大舞台的首秀 会以钢琴为主 结合乐队 古典音乐以及电子音乐的合作 将会以多面形式的音乐呈现给大家 因为我其实 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说实在话 因为我已经出了第八张唱片 但之前的话 都没有 我觉得很像样的 在自己的家乡来做一场 非常十足的 就是非常纯粹的一个唱会 所以这次呢 我觉得也是在还以前 所有没有做过的功课 这次我觉得 我是真正到这张唱片 我才那么用功的 在准备一场像样的演唱会 所以这次一定要带给自己 上海的所有朋友 就是应该你做足够功课 就应该把很多东西拿出来 而且我做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 不应该只是出现在电视上 跟电台里面 或者唱片里面 那个是幕后的工作 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一个歌手 他真正的工作 就是应该在现场唱给大家听 弹吉上海战演唱会的嘉宾 李全不玩神秘 现场连线给多次合作的歌手 范晓轩邀他出席 喂 喂 你在工作吗 我在化妆 你在化妆是呀 我正好在一个记者会上 所以就 公司说要 要让你说两句 就是说我如果邀请你来 9月份的音乐会 你是不是乐意 现在所有的记者的摄像机 都对着这个iPhone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环节不是我设置 蛤 蛤 对啊对啊 是的 是的 那个免提又挂了 免提又挂了 在这下 哎对我就是问9月1号你有没有控制 就是乐意 我之前好像也一直通过电话 哦 我觉得你拿超恶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那就好 就他们的意思 大家知道 哦 那你就 是他 是他一个人来 还是他带着他的乐队一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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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 呃 刚才林海问你 就是你会带乐队来吗 我没有跟你说到你的乐队的事情啊 哈哈 乐队 对啊 不带啊 好 不带啊 OK 看好了 就一个人 如果那个 你不要这样做的话 一定要他常常拍张 我唱啊 对啊 OK 看好了 我有钢琴我还有乐队的 好 看好了 好吧 好 谢谢啊 再谢谢我当这么多人的面 谢谢你 然后你好好化妆 然后看家众多 好吧 好 因为我也听了在这个人说什么 嗯 OK 好 那不打搅吧 好 大家会互相祝福 看看新闻网 夜文网约军 上海报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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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